云南的一龙雪山是我这辈子以及下一辈子都不会再来的地方了 昨天抱团跟着团去的这个一龙雪山景区 现在来接我们来了 就是这个五菱宏观 然后第一站它会给你拉到一个安全宣讲中心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卖你氧气卖你高反药的 到那之后导游还有他这个什么宣讲中心的安全员会不停的跟你说我们的教乡是密封的 然后你一个人大概需要四到六罐氧气 然后坐这个缆车的时候用一罐 在山上用这个两罐 然后下来的时候再用一罐 然后可能说身体不好的需要的更多 然后还有高反药 反正就是乱七八糟一大堆 氧气60一瓶 然后高反药68一瓶好像是 是那种口服液的 但是说真的一点又没有别信千万别信 一个正常人如果说你是一个正常人 一瓶氧气上下完全够用 如果你体质差一点可能废功能这块确实不怎么定 两瓶氧气完全够用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密封的叫叫香啊 千万别信 到了山顶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游客都在售卖自己买了多余的这个氧气 好多人都买五六瓶上去 结果到最后发现自己一瓶都没用完 拎着上去又不想拎下来就在山顶开始卖 说真的 玉龙雪山的氧气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空气了吧 反正我这一罐是抱团 然后团里边这个会有一瓶免费的送送 我就用这一罐就完全OK了 但是景区的景色确实是不错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个自然景观跟人们景观是不一样的 自然景观有时候看的话可能会需要一点运气 你看这两个小朋友 在这卢国府这景区停车场里面 捡多少钉子 捡了多少了 好几十个了 到处都是是不是 昨天我们在丽江古城玩了一天 但是我们晚上没有在丽江古城住 因为那边的房费确实是都翻了一倍以上 平时卖六百多的房间都已经涨到一千多 平时一百多的也没有房了 然后我们在丽江古城玩完以后 我们去测两个小时来到了老君山 老君山的住宿非常nice 一百多两百多 我们住的这个酒店 前天我们看这个酒店的时候是一百多 然后昨天看的时候就已经两百了 然后我们就立马就定下来 丽江有人出租被子 每条要一百元每晚 而且要压五百块钱 西双版纳的汉庭 房费突然一夜涨到两千 很多人大骂这些无良商家 钱赚的太不要脸 其实我也想多骂他们几遍 但是我同时也在想 如果游客挤爆的是其他地方的景区 谁能保证那些地方的酒店和被子 不会价格飞起 所以我们真的不必地狱黑 如果面临唾手可得的赚钱机遇 说不定我们的家乡甚至我们自己也未必会好到哪里 那么 是我们也很坏吗 如果我们算不上坏 怎么可以把所有的责任 推给丽江和西双版纳那些坐地起价的开店人 其实本质上大家都一样 都太喜欢赚钱了 而且更喜欢赚快钱 这里的深层次原因 还是我以前说过的 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 穷人怕翻不了身 富人怕钱生不了根 不管有钱没钱 都太怕下一步会没钱 因为在这个社会 没钱的日子不但难 更重要的是活不出脸面 现在在丽江的拉什海湿地公园 给大家讲一讲 我来拉什海被骗的经历 本来呢 我是在小红书上看过一些攻略 然后知道去长马古道会有坑 所以我就打车的时候 直接搜了拉什海湿地公园的售票处 然后等丽江的滴滴司机 来接单的时候 他又问我 去拉什海的市地公园呀 他在南边 南边的景色很一般 如果要玩的话呢 可以去拉什海的北边 这边有长马古道可以玩 然后我就听他说的挺认真 然后我就临时把那个地点 从拉什海市地公园修改 到了长马古道拉什海售票处 到了那之后呢 你一下车 那就会有长马古道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正规的志愿者导游吧 就把你拉过去 给他给你讲 在长马古道 他们有几条旅游的路线呢 可以骑马呀 去什么原始森林呢 小溪呀 然后去什么玫瑰庄园呢 最后还包括这个 拉什海市地公园的门票 我本来是 反正就是因为我吧 就是没有拒绝成功 没有拒绝成功呢 反正最后他就是以 198的价格 反正卖给我一个 避线路的套票 就这样 我就稀里糊涂地 坐上了长马古道之旅 然后第一站就让你骑马 你就跟着他那个当地的老师傅往里走 往里走的时候呢 又会有那个当地的阿姨 我说 说骑马路上 你那个脚会有很多泥 然后骑马手会磨破 让你买他们的鞋套和手套 好像要我 我不知道是手套就要我30多 还是怎么着 反正我当时 我当时就知道 我可能已经上到受骗了 因为呢 我就什么都没要 我说我不需要 然后直接坐上那个马就走了 走了是一个大概快70岁的老师傅 就拉着让我上马 然后他自己也拉着一个马 就两匹马 我还有那个70多岁的老师傅 一起去了 他们的那个过了村庄 上了一个野山林 就是所谓的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呢 就大概上去 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 他会说我的地点就已经到这了 然后当地会有一些阿姨 拿了一些残豆还是什么 说可以买这个10块钱一袋 让你喂喂马什么的 我说我不需要 他说这不是需要不需要 这是给马吃的 需要喂喂马 我就已经不想说话了 当时不想说话呢 然后我就说师傅 那我们没什么别的行程 我们就回去呗 下山呗 然后师傅就拉我 从另外一条路线 下山回到坐马的地方 回到坐马的地方呢 然后我的行程就结束了 我的套票里 198的第二个套票 什么纳西族的文化品茶 还有纳西族当地的服饰 然后就让我去一个大院里 去一个大院里呢 有一个阿姨吧 四五四十多岁大概是 就说如果你要品茶的话呢 是需要买茶的 我说我这有 我这套票里有品茶券 我不买茶我能喝茶吗 他说你如果不买茶的话 就不能喝茶 我当时真是无语了 那我说我这还有一个 纳西族的传统服饰呢 然后他就把我 领到那个大院的门口说 哦就他们院 那个走廊里 挂着几件破衣服 纳西族的衣服 然后就说就在那 你如果想拍照的话 自己去那选自己挑 然后我刚走到那呢 下一站的司机师傅就说 小美女就等你了 你如果不喝茶的话 就赶快走了 我们带你 这一车人就等你 去市地公园吗 我说你们这真会做生意啊 然后就说的是 带着那种什么 观光电瓶车 带我们一车人来 这个市地公园 然后我一看 那个车也是磕磕烂烂的 里面还多放了 几个那种塑料椅子 就这样拉着一车人 来到了我 最想来的地方 总之呢 就是奉献大家 千万不要去 长毛古道馆 就是有钱的话 就当我没说了 有钱的话 就两百多一个人 骑个马就算了 那马也是臭臭的 我说我先那个马臭 那个导游 他说了半天 我马每天都洗澡的 不臭很干净 我说那个马其实是颠吗 屁股疼吗 他说不疼 一点都不疼 结果马很臭 屁股很疼 屁股也不是很疼了 就是骑在上面 一颠一颠的 就是屁股尾椎骨会疼 总之呢 就是像我们这种穷人呢 如果要去拉斯海呢 就直接定位到拉斯海 市地公园 售票处就可以了 就不要搜 那个茶马古道了 太坑人了 我真的说太坑人了 前几天在丽江玩的 其实印象还挺好的 除了那个古城镇的很一般 丽江的 卢固湖啊 雪山啊 树河古镇啊 白沙古镇啊 都挺不错的 拉斯海其实怎么说呢 除了三十块钱的门票 贵一点之外 如果不被坑的话 也还是可以的 我就是 我就是傻 就是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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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